好 謝謝主席 主席麻煩請一下部長 瑟緣 你好 好 部長 你好 今天第一次的委員會很熱鬧 大家 委員 包吻新總選也好 還是這些主席的 大家都很認真 你剛才 你有回答委員 520以後 你覺得你還會不會當部長 不會 不會 那麼肯定 你如果那麼有能力 搞不好會請你當部長的話 那你會不會繼續留下來 我應該沒有這個計畫 是不會邀請你 如果邀請你的話 你會不會留下來 繼續為國家社會付出你的心力 不會啦 不會發生這個事 不會發生這個事喔 那麼在庭節點 好 那如果照你這麼講的話 那國營事業的董事長呢 要看新部長啦 要看新部長嘛 對不對 好 為什麼我要這麼問 你剛才有回答好多委員說 你們都要當到最後一天 對不對 在政權交接的時候 大家都會盡心盡力而為 我想這也是應該做的本分嘛 對不對 但是 讓我覺得納悶的是 為什麼 我們有這麼多的國營事業 都好像急著在做一些 某些事情 所謂的急著做某些事情是 該正常應該要加快速度的時候 不交快 就是趁著這個政權要交接的時候 都來做很多讓人家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先舉個例來講 以剛才台糖 剛才委員在講 台糖他現在要跟五字基金會要來交接了 對不對 3月15號剛才台糖公司董事長講 董事長沒關係你不用上來 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3月15號要來談細節要來談這個部分了吧 對不對 但是你剛才講細節都還沒有準備 我不知道你們要談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要急著做的時候 就應該趕快急著去做 但是 不應該急著做的時候 也不要讓外界多加揣測 好 剛開始開中民意講這麼多 我想你應該知道我要講什麼 因為你也跟我談過 105年 中有編列第三座夜化天然氣接收站 我講重點 是不是屬新興計畫 對 對 新興計畫 那新興計畫的部分呢 在我們預算法第54條裡面 應該要怎麼 是他規定是怎樣 在支出的部分 預算法第54條 就是一定要立法院通過 應該要等本年度預算完成 審議程序後 使得動之 對不對 對 這是法定程序 對不對 是 那如果偷跑呢 是無事於我們立法委員的存在 還是你們根本就是 我行我訴 無法無天 反你們規定 做我做我的事情 因為制度上大概不會 不會 怎麼不會 不會有這個偷跑的這個 怎麼不會 你說不會偷跑嗎 好來 中有董事長你也上來吧 董事長 是是 書委你好 你好 第三座天然氣加油站 屬於新興事業 剛才 部長講得很詳細 預算委完成審議以前 代表未完成法定程序 你覺得 你們在這個過程中 你們有沒有缺失 對 有些 有一個計 有一個計畫 是有提前發包 那個按照 一個計畫 講清楚一個計畫嗎 是一個計畫 再問一次 一個計畫嗎 另外有兩個計畫 我們在決議裡面所提的 那個就 不是在這一次的預算 預算裡面 是嗎 我知道有三個計畫 在計畫裡面提到的 第一個是個建崗工程的 這種計畫 部長 是 那麼另外 也跟董事長講 2015年 6月8號 你們 偷發包了一個 4987萬給萬頂工程公司的 建崗級 為提建造工程 1月15號 發包了一個 16.6萬給華視 也是關於這第三座 夜化天然氣的 2016年2月17號 也是關於這個 第三座天然氣的 建崗級 建地工程 西部工程 6365萬給台灣 市西公司 一共三個工程 這三個工程裡面 我要跟部長你們談 也要跟中友董事長講 擠什麼 你們在擠什麼 法令明明規定 預算法還沒有通過的時候 預算沒有完成法定程序 難道你們就真的覺得我們立法院要同意嗎 你動作我們立法委員弄你的立法局 你動作你們提案我們一定要通過 部長 部長你替我 你替董事長回答一下吧 是看不起我們立法院 還是認為我們應該做的 審預算是我們的天子 我們的責任跟義務 但是有一定在你們都會過嗎 我也在這邊要奉勸所有的各國營事業的董事長們 不要自意萬為 你當作我們都沒有在監督嗎 六十四條裡面我現在要講 採購法剛才講的 如果說我們預算沒有通過 你們已經跟人家簽約 你們已經跟人家發包了 要不要負起賠償責任 誰要擔 他應該有一個那個誕書 就是說如果預算沒有過的話 就不能做了 他應該都有這個保護 那如果賠償十四 如果他以採購法第六十四條 跟你們講啊 我的原始本意我要講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 難道你們要發包出去講 你們都沒有想到你們是行政系統 你們沒有想到你們違反程序嗎 你們沒有想到預算沒有過的後果嗎 都沒有想到嗎 我相信你們不是沒有想到 而是你們認為說 你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們太小看我們立法委員 你們太小看輕誤我們立法院 尊重不是放在嘴巴 是用實際行動 你們每次在立法院嘴巴都講 我們尊重立法院決議 我們尊重立法委員 從實際的新聞你們哪裡尊重了 有人跟我說 叫公務人員要做事很困難 要叫他們不做事很簡單 如果是做這種事 不要做也罷 對不對部長 還是請那個 那個丁董事長解釋一下 對跟蘇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第三接收站這個案子 當然有他的這種迫切性 但是在 迫切性 迫切在剩下到520以前 都急著未完成法定程序 就急著要做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如果是有提前動詞 還是要按照法定程序來 對嘛 好 那你們明知道 你現在跟我講 被我抓到了 你們才在講這種話 在我們發包的過程 都有注意到這一點 有注意到 是的 有注意到你們沒有注意到 法定程序 預算沒有完成嗎 沒有 我們都有列 有這個 在計畫書裡面都有提到 計畫書跟計畫書啦 我跟你說一點啦 你連你發你的議程 你連不尊重啦 什麼叫這計畫 你們把我們動作演 再來 您總有發給 國營事業委員會 紀錄國營會總有發的 你請準於提前於 105年1月起動支 你們跟國營會說 你們要為1月份動支 你們有行問 但你們不跟誰喔 你們不跟誰說 可以成功嗎 經濟部回你們中有的文 考量立法院開籍在議 105年1月 105年度 預算 能未完成法定程序 本案請依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 第21點規定辦理 跟你們說得很清楚 立法院開議在議 開議在即 你們根本就是末世 好 為什麼你們今天那麼急 所以我剛才講過了 是不是有不可見人的事情 我想跟委員報告 你們的答案絕對是沒有啦 對 不過就是 你們的答案絕對說 我們坦蕩蕩蕩啦 剛才也有國民黨的委員說 原本是不是只有22億 為什麼議價變成30億 你們也說另外的是有其他的用途 包含其他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預算書裡面確實都有詳細的計劃 對確實嘛 來 你們為什麼那麼急 第三座你們的預算是多少 六百億 全部的預算 全部的預算 六百億嘛 分幾年執行 我們要到102年前執行完畢 102年執行完畢 112年抱歉 112年前 就是要搞幾年 好 時間 我們都要跟時間賽寶部長 我要講的 只要符合國家社會利益 我們都贊成 剛才也有委員提到 未來是不是天然氣怎麼處理 我講過了 一個重大的新興事業 六百億的新的開發案 聽到六百億喔 竟然這麼急 預算沒有通過就急著做 為什麼不能留給新政府 來做重新的評估 到底是給中友做 還是給台電做 還是 也有其他委員提案的 也可以讓民間去參與 既然你們都沒有做了 抱怨同意 我都最前 但是我講過 這是新興事業 連基本的身材還沒過 好 來 那麼 基本上為什麼起人一鬥 為什麼那麼急 東頂一化 東頂公司 它最大的股東是誰 松華開發公司 中開嘛 好 那 中開的母公司 是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嘛 對不對 好 現在中開的 中開工業銀行 董事長是誰 董事長是誰 董事長是陳沐寨先生 是嗎 中開呢 中開喔 現在的經濟部 經濟的董事長是誰 對 以前的部長是張家柱先生 現在的中開董事長 是前經濟部長張家柱 所以當初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是工業銀行的董事 並不是中華開發的董事 對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的董事長 一下子 把他變成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這個是不合邏輯的 我不是懷疑你們兩個人 我在這邊 我要跟中友董事長 跟台電董事長講 當初我也替你們教區 為什麼會把兩個次長 一下子變成國營事業董事長 哪有人這樣派論董事長 你們有其他的專業 你們當時是誰是孫無關 對不對 我記得我問你們的時候 你們跟我講一句話 你們說你們只有無奈 當然 所以我今天語重心長的 我只是要跟部長還有董事長你們講 國營事業 很多是配合中午政大政策 這邊有很多國營事業單位的董事長總經理們 我們都希望替國家社會做事 在這個政權交接的時候 我給你們保證一項 未來民進黨這件 會堅加打拼 會做事情讓我們台灣社會看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真的不希望看到是說 不應該急的事情你們不要急 如果今天是政策延續的 我都沒話說 你們預算怎麼動之我都沒話說 但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六百億的開發案 都還沒有通過預算 你們如果不知道這麼重要 你們應該要來跟我們委員會講 包括委員 抱歉 我們這個 議員裡面有 有這個時間來 拜託一下是不是 可以來省省我的醫生 這不能做嗎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大家的意見嗎 你們這樣就沒來拜託 所以連這預算 我們這會期要審 但是你們已經先發報四五行出你了 而且是什麼 當然我講過了 這外面的說法 不用擔心 如果預算沒有過 我們一樣用我們的營運支出10%做 所謂的簽約金 董事長你也一定說沒有這回事啊 那如果真的有這回事的話 那不是還得了嗎 對不對 甚至於說三月十五號董事會本來要納入議案 通過併購案 我今天要跟部長講一句話 你剛才說的 你不一定是繼續當部長 董事長我也跟你說 你也不一定當董事長 對不對 那舊有的董事會 可以馬上來決定一個 新的六百億開發案嗎 當數會也該算啦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國營事業董事長 還沒有碰到的新案 這麼大案 我一定會 交友新政府來做最後的決定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打這件 我不是不希望你們打這件 但是剩兩五百億很重要的一個案 而且還未過你們的頭照 沒有這個道理 部長 語重心長 我只是希望我們台灣社會好 我也不希望大家出事 但是我只知道好好的去做事 不是只有勉勵你們也勉勵我自己 像這樣的一個重大案件竟然會發生 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所以 部長 剛才講的 還有兩個多月 我們期許的 像你說的 盡量去做 但是做事 也不用怕人陷 但是 該踩山車的 不該做的 也不要自意妄為 這一點我要奉勸大家 我們希望的是 真的 在交接過後的520以後 台灣是新的一個氣象 是對我們國家 對我們社會 對我們人民 越來越好的一個社會 我也希望 政府真的 能夠好好的 為台灣社會 為台灣人民 好好的來付出 這一點大家共同勉勵啦 好 謝謝大家 謝謝